這首歌唱歌我要趕快唱歌 因為我剛剛一直被罵說講話講太多了 就是沒有好好唱歌 好 三首歌曲我要好好介紹我的故事 您的故事 對 我的故事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我老公通常都會想要跳過 但是我就是要講 這首 下一首歌叫做 思念 那這個呢 要講到我的初戀 那是真的 好害羞 他現在沒有想要理我 因為他現在就只想跟他兒子玩 他就每次聽到這首歌就快播這樣 快轉 然後呢 我的初戀呢 就是我喜歡上一個多才多藝的男生 然後呢 他就是 非常搞笑 然後非常好玩 然後 也會彈吉他啊 打鼓啊 然後 就是很厲害就對了啦 就不方便多說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之後呢 嗯 真的有 有交往過 覺得這男生真的不錯 但是呢 嗯 熱戀了很久 交往的期間蠻久的 但是到最後面 有 有一次就是在 夜黑風高的晚上 夜黑風高 夜黑風高的晚上 太多 夜黑風高的晚上 天雷溝動的地火 是這樣子嗎 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好嗎 但是發生了一件憾事 對 憾事 是的 就是 遺憾的事情 對 遺憾的事情就是 他現在目前這位男生在天上當天使了這樣子 所以 這個男生呢 其實對我影響還蠻大的 就是因為他 他才華洋溢 他的音樂的造就 他其實是蠻厲害的 所以每次我在跟他 就是見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不是在 很像不是在談戀愛 很像就是在互相比較 所以我現在的很多的音樂的 譬如說鋼琴啊 或是唱歌啊 或是怎麼樣 我們很容易去互相的去切磋 去battle 所以到就到我現在 就是音樂的層面可以蠻廣的 所以我很感謝這一個人 那這首歌曲呢 是在述說一個夢 就是等到他去世的時候 曾經他的夢到我一個表姐 他曾經出現在我的表姐的一個夢裡面 然後他就是 全身就是 穿白色的衣服 然後慢慢地走過來 告訴我說 你不要難過了 我現在在這邊過得很好 然後你不用緊張 也很謝謝你在之前的那段時間 很照顧我 所以這首歌曲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寫下來 就是對於這個 曾經影響我很大的這位男生 然後一定要寫一首歌來面懷他 所以三首歌會有一點點的沉重 所以我要獻上這首思念 我覺得要趕快唱比較好 你老公那個 有點緊張 來 我把自己做難 是那麼緊張 你 这算是什么它 是什么 然后 我会看到 我不要 我会在 我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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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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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